國慶連續假日的雲林海邊 來了一群大朋友和小朋友 講台上的是海泳工作室 創辦人陳仁萍 深入潛出的探討各種海洋環保議題 也讓志工們了解 等會淨灘要注意的事項 寶特瓶用大黑棕 一般垃圾跟玻璃用馬布袋 因為我們會需要 我們會希望讓大家不要覺得淨灘只剪垃圾 我們會希望讓他把淨灘這個行為 放到每一天 因為其實在生活中的垃圾剪掉 它都跟淨灘是息息相關的 今天淨灘的志工來自全台各地 宿美平生 但對海洋環境的熱愛 讓他們聚集在一起 小時候就很喜歡大自然 後來在讀書的時候是在海洋大學讀 也是跟海洋有關的 出來之後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慢慢的跟海越來越清淨 也發現一些海洋的問題 所以希望透過一些活動 或是教育的方式 讓更多人去了解問題 郭福是成人品的太太 也是他最得力的夥伴 大家都會吧 拿一個夫妻不吵架 對啊 都是想讓事情更好 或者是想對彼此體貼對方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看弄這些東西 很耗體力啊 他可能就會想要體貼我 叫我早一點休息 可是我就會想說 就是多花一點力氣 可以把事情弄得更環保 我們撿了529公斤 掌聲鼓勵一下 大家真的超認真 這大概一個人平均要撿到10公斤了 像是這一些啊 這都是漁業用的浮球 然後還有瓶蓋 框一定是用這個框 因為框用這個框起來之後很明顯 然後框完了之後 就會再找一些比較大面積的 我們撿垃圾的時候真的會 就是看到東西 都會覺得可以留下來 就是有一天一定會被用到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辦公室 塞了跟倉庫一樣 淨灘時撿到的有趣垃圾 都成了台灣各地牆上的藝術品 才好好的 每課堂 這些都是撿來的垃圾 他就是在利用 不然他就是會 會再回到垃圾場 然後就一樣的食物 然後我們又會在海邊呈現 陳仁萍帶著一群夥伴 巡迴各地舉辦講座和活動 就是想讓更多人 可以了解現在的環境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他認為身體力行之外 教育真的很重要 海泳工作室也在小琉球 發起沙灘貨幣推廣環保餐具 其實為地球盡一份心力的環保大業 對民眾來說 並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那我種的東西都非常大 比如說一般的地瓜葉是怎樣 我的地瓜葉怎麼大 然後一般的芋頭 大概這麼高 對不對 我的是比我還高180左右 巴掌大的地瓜葉 比人還高的芋頭 這些都是北極熊 從郭大哥利用家裡廚餘堆肥 種出來的農作物 葉片進行光合作用 產生氧氣 可以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這個極端氣候現在真的是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我們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它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它是現在進行的 但我們台灣就是海島國家 我們四面環海 那我們現在的海平面上升速度 用這個跟世界各國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是全世界平均值得兩倍喔 日常省電減少浪費 降低碳足跡 這些看似很小的習慣 都可以減緩地球的暖化速度 那一時速型的話 以一來說 那我們盡量就能不買 就不需要買那麼多 或者是說買的時候 我們盡量買簡單的或在地的 那或者是比較天然的 比如說棉或是麻做的 不是化學 全球暖化極端氣候已失常態 人類的覺醒和改變刻不潤緩 事實上很多事情是潛移默化 其實你可以說 的確它是很緊迫 但是我們絕不能放棄 因為放棄全世界最簡單的事情 永不放棄才是我們應該堅持的